MING PAO TORROW 一到了冬天 每次去廁所前都要做好心理建設 所以有時都很想買一個智能助廁 你知道日本很流行 基本上家家戶戶都有一個 但香港相對不太普及 主要原因可能一來大家覺得貴 二來就是擔心安裝會很麻煩 怎料我朋友最近真的裝了一個 所以就馬上來看看 順便試一試 告訴大家 如果要在香港的家裏裝一個智能助廁 到底需要多少錢和安裝會不會很麻煩呢 這就是新裝好的智能助廁 整個外型都非常簡潔 好帥 好像去了酒店的廁所 全因為它用了一個沒有水箱的設計 所以看上去好像更省位了 而實質上它的尺寸跟一般馬桶差不多大 長闊是大概38x68cm 現在放下來都不會太空間了 其實我看到坊間都有很多不同牌子的智能刺板 但我朋友就選擇整個座廁 因為他說通常智能刺鎖的功能會更全面 例如先會有自動鉗蓋 自動充刺的功能 還有外型都會比帥小 就這樣換一塊瓷板 而他選擇的這個牌子就叫做River Living 是一個香港的品牌 你看看現在廁所裡面有一個藍色燈 其實它是一個夜燈的功能 如果你不用的話都可以關掉它 開著的話 晚上半夜出來去廁所就會不怕看不到路 或者是弄到到處都是 它最正的就是有自動感應的功能 它的Sensor就藏在座廁的最下面 基本上你一個人一走過來 踢一踢 它就會自動感應到 開蓋不用人手 關蓋也是自動做給你的 平時去完廁所你一走開 它就會Sense到 然後幫你沖廁關上蓋 你就完全是不需要接觸到這塊廁所板 當你的朋友、家人上來的話 大家這樣共用一個廁所 都會方便些 衛生些 亦都乾淨些 尤其是新年 很多親朋式有上來的 所以有一個智能的碼筒 大家用起來都會放心些 你看到刺板上面其實有一個Sensor 就是當它detect到你個人 站起來了 就會幫你沖廁 你就會想 如果小朋友用的屁股不夠大 那麼它會detect不到 也不需要擔心 因為原來它在remote上面 特意加了一個按鈕 是給小朋友使用的 如果小朋友按了這個按鈕 去完廁所都會自動去沖廁 所以是非常之智能的 至於我最期待的功能 當然是暖廁和洗屁股 剛剛上來我已經馬上試了 今天天氣都幾冷 只有十幾度 其實一坐下去已經馬上很舒服 在座廁上面其實有一個顯示屏 你可以即時看到座廁用的溫度 就有32度、35度和38度可以選擇 去完廁所之後 當然要洗乾淨下身 跟其他智能座廁一樣 它也是有這個功能 這個按鈕就是洗後面用的 而這個按鈕主要讓女生可以洗前面 當然你也可以調教它水柱的位置 所以不同人都一樣可以用到 亦都可以控制它的水壓 完成了沖水的步驟之後 按暫停 然後你就可以吹乾 吹乾都是可以調溫度 至於水溫方面 最高就可以調到40度 其實都是跟我們平常洗澡的水 差不多那麼熱 所以都不怕會辣 你看它整個操作都是很簡單 很容易用 基本上如果你又去過日本 又用過智能座廁的話 都一定會用的 就算家裡有老人家 或小朋友 都不怕他們會不懂 你看到刺板上有個黑色東西 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它是一個UV的殺菌消毒燈 你每次去完廁所 它蓋上蓋子之後 就會幫你消毒一次 如果家人多的話 就更加需要有這個功能 然後沖刺的時候 它還會呈一個船窩式 水不會彈到到處都是 而且可以確保在座廁內 每一個位置都可以沖得乾淨 功能就很棒了 安裝又會不會很麻煩呢 我朋友就說 其實它由拆走舊的座廁 去到裝了這個新的 都是約兩至三個小時 而且基本上 香港大部份的住宅 都一定可以裝到 如果你真的想買的話 最主要都是留意 家座廁去水的位置是地牌還是橫牌 即是在地上去水 還是在牆身去水 但無論你是哪一種都好 如果你是買我朋友這個 River Living的牌子 都可以提供到 而且價錢也一樣 而第二樣就是走線的問題 因為始終是智能廁所 是需要插電的 如果你好像我朋友這樣 入火之後才新裝上去的話 那條電線就可能會外露 但其實它也是只有一條電線 它的插鍵在座廁的旁邊 所以就完全不會影響到外觀 但就算你要走線 師傅都會幫你搞定 至於第三個問題 就相對複雜少少 因為牽涉到沖水的問題 因為我們洗屁股需要用到淡水沖刺 所以安裝智能座廁的時候 其實都要接駁淡水的喉管 如果你家是用淡水沖刺的話 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但如果你是用鹹水沖刺的話 最好就諮詢回你的裝修師傅 至於價錢方面 它原價其實是要15,000、16,000元 但現在正在做Promotion 一萬元也不用就買到 其實我今天試了這個座廁之後 都真是心動動想買回 最主要是真是乾淨衛生 因為它有UV紮菌的功能 又有免觸式的沖刺 基本上你真的完全不需要再碰到這個廁所 所以對於講求衛生 尤其是現在流感高峰期 我覺得每一個家都需要一個智能的座廁 第二就是冬天的時候 你想想 這麼冷 但坐下去暖粒粒 是不是很棒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這個智能的座廁呢 我都會把詳細的資料、連結、價錢 放在下面的info box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按進去看看 我們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很快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